下面我来教大家把鸭子板调好 我们刚才上纸的时候 因为这鸭子板都没有调复位 所以我们需要把鸭子板复位 还有把纸巾输出调到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尺寸 大家先把下面三个全松掉 鸭子板全松掉 然后我们先调最上面的鸭子板 我们刚才的纸巾它是一个五折 我们需要折成五层 所以我们这个鸭子板也调到相应的折处 我们继续点动 先把这个感应探头复位 因为我们这里大家注意观察 这纸在经过滚筒的时候 有一个皱折 皱折我们需要把这里皱折先把它调好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见过这里的时候皱折过来 我们需要把这个皱折调好 不然的话 这纸巾就那里输送进来的是一个折的纸 把它收 大家注意手切换不了不能碰到这个压滑管 这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安全不可小事 按住点动 按住点动 直到平整的纸 进度 进到这个鸭子板 折子板为止 现在纸已经没有皱折了 已经平整了 我们把下面的折子板调到一个稍微有点点松的位置 第二个也是 我们这个折子板不能一次调到位 需要慢慢调 我们注意观察 我们是这个纸巾 我们的目标是五折 一二三四五 这个多了一折了 多了一折一般是这里没调到位 我们可以把这个顶部这样子 把这个顶部这样子 把这个顶部这样子 然后我们慢慢的 这个五折 这个五折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多了一折的状态 我们要调整五折 不然的话只会扯破 大家注意 下面这里是一二三四五五折 上面也应该是五折 一二三四五五折 有些状态 现在已经五折已经正常了 我们把这个折子板把它推进一点 但是不能推到最里面 先让它走松一点 好了 我们把最上面的折子板先固定 但是先留点空隙 大概在五四毫米左右 下面也留点空隙 继续按住点栋 好了 我们把这个折子板再上进一点点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纸巾折束都已经整齐了 我们看这里 看这个位置 它的纸巾折的已经很平行了 表示我们这一步的调教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调解的地方有两步 一步是指巾对折的平整度 对折的平整度 我们需要在这个滚轮这个位置 我们有标解对折的平整度 如果不整齐的话 需要松掉中间这个螺丝 把滚这个转盘 这个我们是一个突轮盘 突轮盘 调整位移 适当的位置 来调节 这对折的对称度 这个是一个顺时针跟逆时针相应的调解 这个大家在现场调节的时候 慢慢调 弧度小一点 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个 我们的纸巾的长度 我们需要 需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要在后面的一个变速箱 在这个位置 这里有个手轮 是一个纸巾的长度调节 逆时针是短 顺时针是长 在这里调节 当然 纸的长度调节之后 对应的对折的位置 对称度 也要重新调节 这机器需要在运转的状态下才能调节 我们松的松的状态下 这个不好调的 然后我们这个变速箱后面还有个位置 这个是一个压纸巾的速度 就是在我们这一边 这三个三组压滚纸巾的滚筒的速度 我们需要调教 调到 跟这个纸巾输送的速度同步 不然的话太快 它会把这个纸巾扯断 太慢 纸巾这里会堆积起来 形成一个堆叠状态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调节的是 后面 这一个变速组 变速变速这个皮带轮的一个 一个一个位置 一般是 这边逆时针是速度高 顺时针速度是低 好了 我们现在 调节完之后 我们一个纸巾输出 纸巾输出 我们会容易出现这个什么问题呢 会有一个纸巾有偏差 比如说 它输出 没有在这个 我们这个皮带的中间 它会说出左边 或者右边 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调的是 我们需要调的是整体的 折纸板的位置 折纸板把它整体动掉 往外移 或者往里面移 这个位置 可以调节 纸巾 最终输出的偏差 一般我们都是最上面调整之后 折纸板最上面调整之后 偏差调整正确 然后我们这里站着看一下 这整体的纸巾带 是否一个一条直线 如果有不到一条直线的状态 我们需要把下面两个折纸板 调到合适的位置 让它形成一个直线 好了 我们这个纸巾输出机构的调节 已经完成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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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